今天刚好是6月4号 我们都知道在34年以前了 1989年6月4号 中共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那一场事情 其实我想很多世界上的人都很震惊 但是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 很多人并不知道 到底在天安门发生了什么 我们所有看到在天安门发生的那些事情 当时在中国大陆 都是共产党宣传的一面之词 我记得我是1989年9月份的时候 到北京去读大学一年级 然后学校当时是停课了两周的时间 去给这些新来的大学生洗脑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中共给我们发了一本书 叫做《惊心动魄的56天》 然后在整整两个礼拜的时间里 当时除了高等数学上了几堂课之外 所有其他别的大学的课程都全部停掉 就是给我们做洗脑用的 然后后来还讲中国革命史什么之类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所有在天安门发生的事情 全都是学生怎么怎么样 暴徒怎么怎么样 然后要求我们要每天去看那些材料 然后还要写自己的所谓的心得体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16岁 被共产党骗的是一愣一愣的 然后一直到1999年之前 因为我是在外企工作 所以也没有感受到特别多的这种限制 总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当时经济在发展 然后人民的生活都像我个人的生活一样 非常地自由 后来等到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 我发现就是因为中共宣传的那些东西 它就骗不了我了 因为我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而中共的宣传呢 跟所有我知道的法轮功的实际情况是相反的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被中共骗了20多年 跟大家讲这段故事呢 实际上是想讲一下 就是中共它的文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种文宣其实对于很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台湾人 包括台湾的政要 可能都会上中共的当 不光是台湾人 就是全世界各国的政要都会上中共的当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是我就想就着这个问题 就是做一些发挥 就讲一下关于台湾的这个软实力的优势 怎么去应对国际局势的挑战 大家先知道 现在我们在这个国际上 等于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大家非常关注的 那么其中一个事件很快就会过去 这个呢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我觉得可能再过半年 可能也可能一年 也可能比这个还要快 它就会过去了 那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 台湾问题立刻就成为了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当时习近平曾经提出过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然后呢普京呢 就是当时也是想改变这个欧洲的地缘政治 重现当时沙皇的这个时代 当时这个广大的领土 或者说前苏联时期这种广大的领土 那么这个呢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事件 所以其实乌克兰当时战争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 那么如果要是这个 那么如果要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成功的话 那么中共入侵台湾是不是也会成功 就是这个是 本来这个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受到的关注 现在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台湾是因祸得福 也就是成为一个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是中国大陆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叫王立雄 他讲的自己亲身的经历 就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在黄河漂流 去寻找这个黄河的源头 那个时候就听到黄河上游的那个人 传说着一个故事 就是在很久以前 就是在黄河沿着黄河还没有公路的时候 黄河上游这个树木在砍伐下来之后 如果想要往黄河中下游运输的话 就只能顺着河水往下漂 但是呢大家知道黄河从它的发源地 到这个这个入海口呢 这个中间海拔落差非常大 很多地方转弯的也非常的急 黄河九曲十八盘嘛 所以呢就是有的木头呢 会卡在岩石中间 那么同时这种被卡住的木头 会挡住后面的木头 这样的话呢就是 一根一根往下漂的时候 最后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就插死了 就变成了一个木头垛 这个木头垛 可能会有几千根的木头插在一起 甚至可能阻断黄河的水流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就会找一个老把式 他那个书中就叫老把式 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 他会仔细地观察这几千根木头 找到这个木头垛上的一个支点 然后呢把这个支点砍断 砍断之后的话 整个一个木头墙就会轰然坍塌 然后这个水就很顺畅地可以往下流 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会容易找到 就是找到这个支点的话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台湾问题呢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 或者是说 未来的国际秩序 台湾问题就是那个支点 因为未来这个世界秩序 就是自由和专制之争 那么台湾问题的话呢 也就是自由和专制之间划线了 就是支持台湾这边的话呢 都是自由社会 那么这个 去威胁台湾这边的话 就中共这一边 也就是它是一个极权社会 所以台湾的问题 或者是乌克兰的问题 他们之所以绝对不能输 因为它是自由和专制最后的较量 如果要台湾输了的话 就不是台湾输了 是美国输了 是全世界输了 是自由民主输了 所以台湾问题其实无关统独问题 台湾问题也不是领土的问题 中共放弃的领土实在是太多了 从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到现在 中共放弃的领土至少得有50个到100个台湾 它和周边那些国家 所有有争议的领土 中共全部都放弃了 所以台湾问题不是领土问题 不是统独问题 台湾问题就是自由和专制之争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非常清醒的一个定位 同时我们在像国际社会 或者像台湾民间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这个问题摆在第一位 而不是要去议论那些统独的问题 那么这就回到一个问题 如果自由和专制在进行较量的时候 那么中共这一边 那么它到底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打垮这个自由社会 它可以通过武力去打垮自由社会吗 其实它是没有机会的 我这里边的话会列一下 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不敢用武力的方式 去攻打台湾 这里边我给出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我觉得就是科技方面 中共其实现在是一个严重依赖科技 维系统治的一个集权 它是这样的一个体制 集权的体制 它是靠这种高科技的监视 全中国大概都有超过十亿个摄像头 平均每人的话 可能摊上都超过一个摄像头 然后通过这种人脸识别 步态识别 大数据的分析 包括在网上追踪你所有的去过的地方 跟谁谈过话 你的消费习惯等等 来精准的去分析哪些人是中共 他需要防范的人 那么这个统治方式的话 它是需要算力 就是说需要有电脑 去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的 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 如果没有这样的高科技的监视 中共对于整个社会的情况就无法把握 那么如果要是中共打台湾的话 马上就面临着高科技禁运的问题 我们知道2018年 当时有一个中兴通信事件 就当时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的禁令 遭到美国制裁 然后美国的商务部就禁止向中兴通信 去出口芯片 中兴是跟华为 几乎在我那个时代 一直包括到现在 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非常厉害的 一个通信集团公司 就是几乎是跟华为差不多的 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中兴通信就完全瘫痪了 后来还是习近平打电话 给川普求情 然后川普命令商务部放行 但是对中兴罚款了5亿美元 也就是说 那一下的话 让中共认识到 如果美国对中共进行高科技的断供 那中共一下子就完蛋了 包括华为也是一样 华为其实它的终端业务 就是手机业务 占它利润的70%以上 美国一旦禁止向华为出口芯片 华为 你看现在它的手机已经就 几乎没有人能买得到了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习近平打台湾的话 它的科技方面会遭遇重创 而它的统治又严重依赖 这个科技的监控 所以这个是对习近平一个致命的打击 第二个理由的话 就是如果中共武装入侵台湾的话 它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经济是无法进行内循环的 中国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中国也无法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 中国70%以上的原油都是一年要进口几亿吨的原油 如果要是真正开战的话 马上中共就面临着能源的供应链断裂的现实 如果澳洲不运煤 中共的火力发电厂就会瘫痪 这个我们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见过一次 中共大面积的停电就是因为没有煤 然后中共70%以上的原油是一号进口 所以如果打起来的话 可能用不了一两个月 中共的飞机坦克连油都没有 就不用说能够继续持久地打仗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习近平无法进攻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它的经济会崩溃 第三个其实是出于习近平自身安全的考虑 如果习近平真的要进攻台湾的话 他必须得把手中的军事指挥权 把武器发下去 然后把指挥权交出去 那么习近平就会很担心 那些真正拿到权力的那些将领们 他们就有可能会造习近平的反 因为我把枪交给你的话 谁知道你会不会突然之间掉转枪口 这是习近平会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理由就更为严重 就是习近平根本就不可能打赢 习近平打的不是台湾 而是整个国际自由社会的联合体 当时日本已故的前首相安倍金三 曾经讲过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而日本有势的话就意味着美国有势 所以所谓有势的话就是要卷入战争 那么最近美国印太战区的司令 讲得就更加清楚 他就是从国防部得到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阻止台海战争的爆发 第二如果阻止不了的话一定要打赢 我们之前听拜登讲说 如果这个台海爆发战争的话 美国会不会下场参战 拜登说是 大家都觉得他是老糊涂了 然后这个白宫发言人会walk back 就是会把他的那个讲话加以解释模糊 然后呢第二次他又说是 白宫又出来解释了一番 又觉得他是这个失言了 第三次他又说是 说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坚定 他不可能连犯三次这样的错误 所以这次印太司令明确地讲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 美国一定要打赢 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 所有的武器装备 根本跟美国就不是在一个同一代上 就差很多代 所以呢这个也是习近平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赢的话 我觉得他也不会开战 那么第五个理由的话 就是习近平个人性格的问题 这个方面我不详细地去讲了 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围棋国手 叫做聂未平 曾经回忆过跟习近平一起打架的一件事 就是习近平一看 对方比自己厉害的话 是转身就跑的 他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呢 这个他 这个你会看到他非常奇怪 就是中国大陆给他起了很多的外号 像什么包子啊 猪头啊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烂尾地 习近平几乎做事情都是有始无终 包括什么雄安新区 一带一路 什么这个动态清零等等 就几乎是他想干的事 没有一件能干成的 那么 就是习近平他发现他干不动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翻过来 就像是动态清零 突然之间变成那种 完全摆烂式的躺平 就放开了 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所以呢 总结起来加在一起啊 就是习近平用武装 武力的方式去入侵台湾 这个可能性 在我看来 就基本上等于零 当然了 孙子兵法呢 也曾经说过 无事期不来 是我有以代言 就是我们不能够指望说他不打 而是指望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的越充分 他才越不敢打 那么这个是 我们对于习近平 是否会入侵台湾的一个 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 所以呢 我觉得中共在最近也发现了 就是这个国际局势 对中共武装入侵台湾是非常不利 所以呢 他的舆论宣传也发生了变化 其中提到就是如果 过去一讲打台湾的话 如果你要是质疑他 打不赢的话 在中国大陆是被完全禁止的 这是一个禁止表达的观点 但是呢 最近一段时间 中共的这个舆论宣传上 就出现了一种转向 就提到说 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 会面临着四线作战的风险 就是北面这个日本韩国 然后呢 还有这个台湾 然后呢 还有南面的菲律宾 然后呢 还有这个西面的这个印度 中共面临着四线作战的风险 这个舆论在过去的话 是很难在中国这个公共场所出现的 现在的话等于可以出现 也就是说 中共也在试图为武装入侵台湾 这个事情降温 所以那么如果要是这个 习近平不能够武装入侵台湾的话 他会不会放弃台湾呢 当然也不会 所以习近平会采取一些软性的方法 渗透啊 间谍啊 收买这个台湾的一些政要啊 就是让他们去出卖台湾啊等等 那么下面呢 我就想说一下 台湾这个如何应对习近平 这种软性的入侵 或者是软性的渗透 这里边呢 我就提到四个方面的东西啊 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台海这个问题 它的本质啊 如何去认识啊 我们刚才讲台海问题 其实无关同独啊 它也不是领土问题 而是自由与专制之争 呃 其实台湾之所以能够得到 国际社会的保护 一个非常重要 或者是说 我觉得唯一重要的原因 就是台湾有自由民主的制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台湾的制度跟北韩一样 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 国际上会有人来保护台湾吗 当然不会是吧 那为什么要保护另外一个专制国家呢 如果中共入侵北韩的话 难道国际社会会替北韩出兵吗 不可能的对吧 所以国际社会要保护台湾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 是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 它等于是和民主国家 联合在一起的联合体 那在这个联合体中呢 台湾是最突出的部分 是离中共最近的部分 或者说自由与专制 相争的这个前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一定要保护好 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得到 国际社会的支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台湾呢 其实它在这个外交方面的话呢 它需要有一些突破 就是建立跟民主国家的同盟 现在呢 国际社会现在出现一个趋势 就是过去的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也好 或者是过去的这个联合国也好 或者甚至一些这个 区域性的经济联合体 他们都是把中共囊括在内的 就是说拉一个朋友圈的话 都把中共也拉进来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所有的这些国际民主国家 他们互相之间在拉朋友圈的时候 都是把中共排除在外 像这个五月中旬在广岛 举行的G7峰会 除了G7国家之外 就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就除了这个G7国家之外呢 还拉一些其他别的国家来参与 包括澳大利亚 这当然是传统的民主国家的盟友了 还包括这个一些这个非洲上的 就是印度洋上靠近非洲的岛国 很小很小的岛国 包括这个南太平洋上的岛国 很小很小 就大家平时都不怎么注意 不怎么知道的国家 都被拉到那个G7 plus 那个朋友圈里 那么还有一个国家是越南 也被拉进去 乌克兰也去了 但是呢不请中共 实际上就是人家关起们来商量 如何对待中共嘛 对吧 所以或者如何对付中共 所以他们就不拉中共进去 那么在这个 这个印度呢 举行了一个120个国家的 这个发展中国家 部长级的峰会 不请中共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峰会 也是65个国家的外长 参与的峰会 也不请中共 就这么多 这个就是等于是 朋友聚会开大party 中共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竟然没有人想要去 这个去拉中共 所以也就是说 中共现在已经被排除在民主国家的联盟之外 那么台湾在民主国家这些联盟中呢 一定要进去 而且一定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我觉得台湾需要加强的 这个软实力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在外交方面需要加强 第三个方面的话 台湾需要加强的就是关于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的这个台湾 它有很多非常关键的产业 像半导体的产业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50%到70%的半导体 是由台湾生产 那么如果要是台湾垮掉的话 那就意味着半导体 这个产业的垮掉 台湾可能叫叫叫机体 是吧 就是那就像台积电呢 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这个产业 如果被中共拿去的话 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 不可想象的灾难 这个也是国际社会保护台湾的一个原因 一定要保护关键的产业链 同时呢 我觉得台湾的经济一定要避免空心化 就是不能够把台湾的这个实体经济 转移到大陆去 或者转移到其他别的国家去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台湾的繁荣 保证台湾的繁荣呢 才能够保证台湾人民生活的这种安定 其实如果要是台湾人的生活出现问题的话 这个台湾人可能就会 有很多的这个抱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人可能会讲 如果你要想改善生活的话 你可以跟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如果一个地方经济不好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有可能会 就是这种极权的思想可能就会泛滥 所以台湾的话呢 也要这个努力的发展自己的经济 让台湾能够这个 这个政治安定 然后呢 让经济能够繁荣 另外一个台湾的这个软势力优势 就是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文化 其实跟中国大陆有着相同 或者是说相似的文化 包括历史背景 包括语言等等 中共其实对于台湾的这种 就是文化背景啊 是非常忌惮的 我们知道这个2019年 香港爆发这个反送中运动 然后呢 这个中共在极力的把这个反送中运动 用暴力镇压下去 镇压下去以后呢 中共还这个就是通过了一个 所谓的香港国安法 去扼杀了香港的自由 跟这个香港相比 台湾其实对于中共来说 是更大的威胁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台海两岸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自由和专制之争 对于香港来说 它只是一个法治社会 拥有自由 而台湾的话是拥有民主 就是台湾它是可以选举的 这种制度存在的本身 会让中共如芒刺在背 中共经常讲说 这个中国人素质低 什么中国人文化 不适合于民主 但是看一看台湾 我们就知道 其实中国人是完全可以有民主的 是吧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延续下来的话是完全可以有民主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保护好自己的文化 其实就是对中共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挑战 那就是说 我们台湾有民主 为什么大陆不能 这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 刚才我说台湾应该加强 这四个方面的软实力的优势 我觉得我们下面 我想说一下 它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想说一下 刚才我提到台湾的外交优势 台湾除了积极加入国际的这种 就是民主国家的同盟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也是今天我这次来台湾 我到处都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去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后 这个共和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 然后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凯文 McCarthy 在Swerin以后 就是这个就职之后 他马上就成立了一个 专门对抗中共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后来就提出了 因为一下子就把这个 抵抗中共作为两党最大的共识 然后也作为两党最大的优先事项 那么其中有一个 阿肯萨的国会议员 叫French Hill 他在今年2月28号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554法案 这个物思法案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说 如果中共要威胁台湾 或者有可能爆发战争的风险 那么美国财政部 需要在90天之内 公布中共在海外的贪官的财产 都公布哪些贪官财产呢 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这些官员 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政治结构是 它核心的部分是政治局常委 七个人嘛 习近平是总书记 然后还有另外六个人 再往下呢 就是还有18个政治局委员 然后再往下的话 是200多个中央委员 那么这些人呢 就一块组成了一个中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委员会 是名义上的中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那这些人他们都是部长 省长 什么省委书记 什么各大这个 部委的这个一把手 再加上什么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之类的 他们是中国权子权力金字塔 塔尖的塔尖 那这批人的话 他们其实在海外藏有大量的财产 我在2020年7月20号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集节目 谈到这个有一个叫做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 就是叫做国际联政 国际金融联政组织 他呢这个分析了 从2001年中共加入世贸以后 这个就是中共跟海外的 这个贸易的情况 他发现一个问题 详细的我不讲了 叫Miss Invoicing 就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是多少 那中国会公布一个对美国的出口额 对吧 那美国这边的话 也有一个数据 就是美国从中国进口额 这两个数据应该是match的 就中共出口1万美元 比如说1万亿美元到美国 那美国应该从中国进口1万亿美元 这是应该match的 但是呢 这两边的数据有差异 那就是实际上 中共通过各种各样隐含的方法 就叫Miss Invoicing 去把钱洗到海外 他光分析这个数据就发现 在过去的 他这个数据是发表在经济学人杂志上 Economist Economist 他这个上面呢 就显示说 中共在2011年之前 通过这种方式洗到海外的钱 是3.64万亿美元 按照同样的比例啊 你再看就是这个 就中共对外贸易的这个比例 进出口的比例 你把中共以后的那些贸易额 按照同样的比例 洗钱的比例加在一块呢 中共到2020年为止 已经向海外洗出了10万亿美元 这10万亿美元到哪去了呢 就是到了中共那些高官的手里 改革开放40年 40多年 其实真正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很少分享到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 大部分钱都被中共给贪污 贪污之后呢 就洗钱到海外去 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 我到加州去 当时这个希望之声的主持人高杰 去机场接我 他就当时就讲说 哎呀 明年就开20大了 习近平他为了连任的话 可能很快就要打台湾 当时在湾区有这么一种 非常流行的 非常普遍的看法 说习近平马上就要打台湾了 我说你就看一点 如果习近平要打台湾的话 在这个之前 一定会有大量的 中共贪官的财产 从美国出逃 因为如果他们不逃走的话 这些财产可能会被美国冻结 这个事如果没发生的话 习近平就不会打台湾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判断 是不是会打台湾的重要的指标 那么 这就回到我刚才说到的 这个第554号法案 这个554法案 大家要把这个数字记一下 这个法案规定说 如果习近平想要打台湾 或者已经开始打台湾的话 所有的中央委员 和他们的直系亲属 和他们的兄弟姐妹 和他们直系亲属的配偶 就是他的 比如说儿子儿媳妇 就是这种女儿女婿 这种配偶 和他们配偶的亲属 和他们配偶的兄弟姐妹 和他们配偶的兄弟姐妹的配偶等等 就等于是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 就诸三族这个范围之内的人 把他们的财产要全部公布出来 然后冻结起来 所以说 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打台湾的话 那就会造成 中共所有最高层的财产 在海外全部冻结 不光是美元 不光是美国 其他别的国家的话 都可以冻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案 这个法案呢 现在已经由这个French Hill 提出来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法案提出的话 它是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提案 第二个步骤是co-sponsor 就是要找人联署 第三个步骤的话 是要放在委员会去讨论 就放在一个committee里面讨论 讨论通过之后的话 放到floor上去表决 它一共有四个步骤 现在在哪呢 现在只在第一个步骤 只是提案而已 提案的时间是在2月28号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朋友 如果在美国有公民的话 在美国有这个亲戚 或者朋友是美国公民的话 请他们给他们所在选区的议员打电话 让他们一起去联署这个法案 然后的话 推动他在国会尽快的通过 一旦通过之后 我觉得习近平打台湾 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 这个台湾在对抗中共的过程中 发挥自己的软实力 会是大有可为 对台湾其实最大的威胁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多人 他们都觉得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我们不用管这个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 但是呢 如果中国大陆一直是一个专制的体制 那么对台湾的威胁就会一直存在 因为我讲的嘛 就是这就是自由和专制之争 什么时候台湾人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那就是当大陆也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朋友们 如果能够广泛的就是去传播台湾 像大陆朋友啊 像大陆的那些人去传播台湾的这种自由和民主 讲述一下台湾的经济繁荣啊 台湾的健保啊等等 其实也会瓦解大陆的人 他们对台湾的敌意 昨天呢 我在这个台中的时候 这个演讲 有一段时间坦率地讲 我是有一点这个就是很upside的 就是有一点点难过 因为我看到就是台湾和 就是很多台湾人 他们在感情上对大陆是有一种 非常的反感 就非常希望能够跟大陆疏离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中共和中国混到了一起 我们把对于中共的反感变成了对中国的反感 对中国人的反感 实际上两岸毕竟我觉得还是有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 是中共才成为了这个 现在台湾台海问题的一个一个一个最大的这个这个这个障碍 换句话说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的社会也会有蓝绿之争 是吧 这个关于台湾选举也有蓝绿之争 其实比蓝绿更严重的 就是如果我们超越蓝绿去看的话 其实是统独之争 再超越统独去看的话 其实是自由和专制之争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在讨论蓝绿问题的话 实际上会上了中共的档 就是造成这个台湾社会的这种撕裂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如果能够真正指出中共在背后所起的作用 中共对这个台湾制度的威胁 我想在台湾的社会中可能会达成更大程度的共识 就大家都一起去反对中共对于台湾的这种威胁 今天我想借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谈一下关于台湾如何加强自己的软实力 来对抗中共的一些想法 也不是非常的全面 因为很多想法在以前的YouTube节目中的话也提到 好了 那么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我现在就把话筒交为给主持人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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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